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的聖衛峰貼爐燒餅 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他們的燒餅非常的美味 那我就重新再買一次燒餅 然後重新的拍攝 因為我覺得之前拍的沒有那麼美麗 這就重拍了 那現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所以消費滿300就可以有外送的服務 有寫消費金額4距離調整 今天台北市的天氣很好 然後我會買好之後 外帶去別的地方吃 這樣比較不會拍攝的那麼緊迫 然後也不會那麼的 就是講解不會那麼清楚啦 這次會改善 上次店家有跟我講過 他們用的都是三星蔥 一早生意就很好了 就排隊了 買食送一 產品就是這幾種 炭烤燒餅 芝麻糖餅 豆沙薯餅 豆沙薯餅 這些 牆上這邊寫了 店家就是嚴選三星蔥 就自己看 有看到了嗎 哇 現在這 這烤爐噴火了 這怎麼這麼炫啊 現在是在放煙火就對了 那店家應該 我這樣講講是太冷了 為什麼會這樣噴火啊 這也是這個營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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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都是現點現做的 這個營火很香 都是用這個真正的木炭 吃之前拍一下 那個炭香味好香 怎麼那麼香啊 那我先一邊拿錢一邊 我們欣賞一下美麗的營火 啊我的錢 好現在慢慢的好像 營就變少了 好這都是早上現做啊 對 那營業時間跟之前一樣不變嗎 沒有現在有變現在整天 整天啊 6點半到晚上6點半 周日休 好那我今天麻煩 我就要三個炭烤燒餅 然後三個芝麻糖餅 一個豆沙 一個蔥酥 壞蛋 三個炭烤 對 三個芝麻 那蔥酥要幾 一個 對 感謝 再三個燒餅 然後三個芝麻 一個蔥 一個豆沙 一個蔥一個豆沙 再一個豆沙 對 就 每種都吃到啦 這樣介紹才會完整 喔喔喔喔喔喔 現在又開始噴了 又開始噴了 這應該是有什麼原因吧 這裡 熱乳 熱乳 喔 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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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是一三五啦 OK Thank you 好 好 謝謝 好 感謝 謝謝 這個這個 真的很厲害 好吃嗎 好 那吃燒餅就要移到別的陣地 那等一下在別的餐廳吃 好孩子不要學喔 要跟老闆套交情 搞不好找那個內用區的來拍攝啊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永和的挖草複合清食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好我最近蠻常來這裡的 因為這家餐廳的這個環境跟餐點都很優質 那就決定在他們這邊開箱 這個是這間早餐店正面的樣子 好那相信各位都看過了 這一間早餐店就是燈光美氣氛家 好適合帶女朋友啦 還是這個重要人士來這邊吃早餐 然後都跪得要死 啊不 那個東西都蠻好吃的 好這個是早餐店的一偶 那有很多貓咪的公仔娃娃 然後這邊很多香辛料跟蔬菜都是 這邊邊種邊用 老闆早 早安早安 好那我今天就想要點比較特別的這個 阿姆照燒豬蛋 那阿姆照燒豬蛋讓我們蛋要全熟還半熟 喔半熟就可以 半熟蛋 好謝謝 然後那我要 呃 還是喝那博士茶好了 好特別 博士茶我們要冰的嗎 啊冰的 要不要糖 要一些糖 好那我幫你做去冰尾糖 好謝謝 謝謝謝謝 好謝謝 OK 好那這個是剛上一家的燒餅 那這個好孩子一定要跟店家這個取得到共識 才能夠拍攝 不然這樣子搞是會被罵的 但是 有內用區才比較好介紹這個燒餅 因為上次在路邊介紹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覺得不完整 OK 這個是三星蔥 然後真正的木炭燒出來的燒餅 嗯 嗯 就帶著這個 木炭香 還有白芝麻的香氣 然後個人覺得很美味 就是那種 古早味 很有嚼勁 然後 微微的鹹 然後有這個 蔥的鹹味跟甜味 鹹就是鹽巴 然後有點這個 蔥花的 鮮甜味 應該是三星蔥 很好吃很有嚼勁 簡單講的就是一種古早味 你要想要知道這個 比較早之前那種老阿賣的那種燒餅 就是這樣 個人認為啦 個人認為這個燒餅很好吃 很有嚼勁 嗯好吃 喜歡吃燒餅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我覺得很美味 然後分數就跟上次一樣 好吃 好 在這個是 芝麻酥餅 店家說這個也是他們的招牌之一 特色就是不油膩很清香 然後充滿了白芝麻跟黑芝麻的香氣 我很甜膩 好吃 很有這個現代的健康風 好 口感很扎實 好 那我覺得分數是 九十二分 好 配個飲料會更好 好 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因為這個芝麻是很香的 嗯 好吃啊 朋友啊 讚 好 再來是這個店家說也是他們的 招牌的小酥餅還有豆沙 好 現在試試看 反正總之都是這種古早味 嗯 他們餅皮都是有一種這個木炭的香氣 有一種古早味 嗯 好吃 然後他們餡料調的就是沒有那麼甜 我小時候這種餡料是很甜的 然後餅皮也很油 現在都改 有點改良 我記得小時候拿到這個酥餅 餅皮的時候 這兩個手都會油膩膩油膩膩的 好 現在都不會 嗯 懷舊又創新 創新又懷舊 好 現在都比較講求健康 所以就會有些改變 好 但是味道還是那種古早味 嗯 嗯 因為油減少啦 所以他這個油的香氣 就也會稍微會減少 好 豆沙的甜而不膩 那分數我覺得是92分 好 這個是蔥花的小酥餅 嗯 好 蔥花的很好吃 就是一種古早味 鹹香鹹香的 你看他這個 內餡比較濕潤的 因為 蔥花比較集中 所以他這個蔥花口感 比較濃郁的感覺 嗯 很好吃 蔥花很多 嗯 好 可以說樣樣都很美味 好 那我也覺得是92分 為什麼會扣一點分呢 因為沒有內用區 變成我要去別的地方再吃一次 這樣你們才看得到 好 很好吃啦 如果單頓產品的話 應該是接近滿分 好 好吃 好 那這個就是燒餅的介紹 再來就是 等一下是這家店 嗯 好吃 好 那緊接著就是這家店的 阿姆的造燒豬 阿姆的造燒豬 豬炭吐司 這個都是DGI 這個不是DGI 老闆講說他盡量把這個餐點都設計成DGI 好 換手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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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爆汁喔 讚 好 中式的玩馬上就接著是西式 哈哈哈哈 好 現在要試試看 嗯嗯嗯 好吃 醬汁有點 甜鹹甜鹹的感覺 然後配上這個半熟蛋 很不錯 這個肉有點像是那種烤肉的感覺 嗯好吃 然後生菜就蠻翠綠的 好吃 好那還剩另外一半 這個蛋就煎得真的是很美啊 我很喜歡這種蛋衣會要噴要噴這種感覺的吐司 這個吃起來真的超過癮的 就是 個人很喜歡啊 很喜歡這種半熟蛋 然後配上這個鹹甜鹹甜的烤豬肉 真的很讚 很有特色 那店家也很用心啊 因為之前跟店家聊天他講說這個 進好幾斤的生菜 然後剪到超過一半以上 才能有一半才能用 所以這個 這個店家生菜菜菜街辛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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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又很漂亮 OK 這個就是博士茶啦 喝下去應該就快要得博士了 這個 Youtuber博士還是什麼咧 嗯 嗯 嗯 它真的有一個很特別的風味 很像 很像薄荷腦 老闆講說他覺得喝起來是像這個 青草茶 但是我覺得很像薄荷腦 好那個 老闆的相處 跟 跟客人啊 跟廠商都是像朋友一樣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個氣氛的 而且它不含咖啡因 然後喝起來很特別 目前這個博士茶我就喝到只有這邊有 所以真的很特別 然後 杯子都很漂亮 很高檔 瞬間高檔了起來啊 所以這個都是加分的部分 然後 這個裡面冷氣也很強 好這個之前都拍過了 就是很可愛 女生應該會喜歡的 看 連小朋友都愛啊 兩三歲都愛 對不對 他已經歡呼了 好那老闆就長得有點帥又不太帥 他說健身完之後就變成這個 友 友勝嘛 我應該沒有念錯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 用餐愉快 你一定很開心啊 這個店家都很親切 好 掰掰